就快要到2025年了 这个时间节点 你还会想要买一台奔驰的大G吗 又或者说在现在这个时间段 你还要买一台G500吗 因为现在我们身边这台全新的 奔驰G-Class 已经普通燃油版的车型 只剩下一个配置 那就是G500 到底它身上的魅力还有没有 这熟悉的声音 这熟悉的外形 甚至它还给你配上了 更加高级的音响系统 所以这款大G在形象上面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硬汉的样子 只不过更多人关注的 还是在这个前机盖下方 它所采用的这款发动机 从4.0T的V8 编成了这个3.0T的直列六缸 双温增压 还配上了一个48V的轻混系统 到底现在这样子的它 还是不是我们熟悉的 让人兴奋的那台大G呢 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这台3.0T发动机启动的声音 到底怎么样 好家伙 真的很安静 就我现在还打开着车门 都没听到什么声音 要是关上车门的话 更加安静了 整个车厢里面就几乎听不到 发动机运转的歹速的声音 那么这跟以前的4.0T V8发动机的那种 浓浓浓的那种煮水声相比的话 那个差异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啊 现在我们踩两脚听一下 那实际上呢 我感觉在车厢内部的话 它会通过这个音响系统给你模拟一点点声浪 与此同时的话呢 排气应该也会调过 让它的声浪更加浑厚 更加低沉一些 但是呢 现在感受下来 这一台3.07跟以前的V8相比 确实那个差异还是很大的 那么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 还得要动起来才知道 那么讲到这一套3.0T加48V的新的动力系统呢 实际上如果你从账面参数上面去说 从数据的角度去看 它相比起上一代的4.0T V8是要更强的 毕竟呢 449匹马力啊 马力更大了 于从此呢 0到100公里加速的成绩也变短了 那么最终的账面成绩会让你感觉到 换上3.0T之后 6缸跟8缸其实动力性能甚至还会有点提升 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但是呢 真正开上手之后 今天会发现其实那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这一台的3.0T的涡温增压发动机呢 你可以说它的动力从峰值的状态下面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那个力量并不是像以前的V8一样 第一下出来 那个扭力就有一个很机型澎湃 感觉会拳拳到右的那种状态 就它是那种随着转速的上升 会逐渐会给你加大力量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它的动力储备依然充沛 但是呢 你要等待它的转速 直 逐渐攀升上去 那么这个这个逐渐增强的这个感受呢 还是会比较强的 毕竟呢 作为3.0T的发动机 它要压榨出400多瓶的马力呢 确实是需要在高转速区间是发放这些动力的 那与同时呢 3.0公升的排量 排量降低下来之后呢 对它的这个扭矩表现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首先呢 从数据上面看 560厘米的扭矩已经不小了 这个峰值扭矩 但是相比起4.0T V8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的 那扭矩下降之后 除了拖拽力性能本身的上限 会受到一定影响之外呢 它的这个平时日常使用过程当中 那种氛围感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那以前我们开V8的大技呢 在启动之后 除了它声浪上面 会给到你一些声音方面的刺激之外呢 实际上 它的每一个气缸在工作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种 拳拳到肉的感觉 一个很强的力量 似乎被封印在了这个车身 车厢里面 是通过你的这个 刹车踏板在抑制着它 如果你松开刹车的话呢 其实这台车 以前V8的状态下面的话呢 其实是会有那种 很强的向前冲的欲望的 但是现在呢 换上了3.0公升的 直列6缸发动机之后 虽然它扭矩不小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扭矩发放的 转速区间也往后推了一点 所以呢 你在松开加速踏板的状态下面 就没有那股那么强的 力量感在这里了 现在这台3.0T的 加48伏轻粉的这套动力系统 如果你放在一个豪华SUV的角度上面去说 这是一套很好的动力系统 它很安静 它动力储备也丰富 而且呢 有时包吹轻粉之后呢 它的一个启动啊 启停系统啊 这些都变得这个存在感比较低 所以呢 对于整个行驶品质 对于静力性的表现上面来说的话呢 它的表现是会 比较符合大家对于一台豪华SUV的认知的 但如果这台豪华SUV是奔驰的大忌 那么它的这个方盒子 它的这些飞承载 它的三把锁 所有这些硬的元素加在一起 其实它的这种动力系统的 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 反而跟它的这个形象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搭调 我们相信它的越野性能 它的越野的表现是不会被削弱的 但是呢 从氛围感上面 这一点是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 所以啊 现在这台G500还值不值得买呢 它魅力还在不在呢 其实现在如果你把这个问题 放到网络上面去问 很多人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那就是不如仰望如巴 那么确实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 如果你从配置 从功能 从性能的这些使用方向的角度去考虑 G500确实已经不是这个系列 这一种类别车型里面最强的那一款了 只不过其实这一款车型大G 从它诞生到流行这一段时间 一直到今天 它都不是以功能 以配置作为主要的竞争优势的 这一款车型其实早在很多年之前 它已经没有那么的豪华的配置 它买它的这些消费者 它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个人认为还是那种形象 那种身份的认同感 因为我们会发现喜欢大G的 除了很多男生之外 还有很多女生 很多女性的消费者 会想要购买一台大G 而且他们对一台大G的 想要购买的那种欲望 有时候比一个男生可能还要更强 因为驾驭这样一台 粗犷的方盒子越野车 实际上也能够展现一些 个人的性格 或者说是个人的一些 成功的一个感受 那么我能够驾驶驾驭 这样一台大G的车型 实际上也就展现了 我有足够强悍的实力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大G这种车型 尤其是这样的方盒子豪华越野车 在它的售价 它的这些硬派的属性 等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之后 带来的那种形象上面的感受 只不过今时今日 我们今天试过之后 少了两个气缸 它在声浪上面 在动力的那个力量爆发的感受方面 确实在这种氛围感上面 少了一点点东西 而少了这一点东西呢 恰恰就会让它整体的这种 出野的性格 也同时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 会不会扩散到它实际的市场表现当中呢 当它在推出G350 2.0T车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消费者依然还会更愿意去选择更贵的G500 V8的车型 那现在普通的G500也变成6缸了 而2.0T的大G呢 现在也在这一次的改款换代之后 没有的继续售卖了 所以接下来这款车型的市场表现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持续去观望一下 但如果你还是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车 你觉得你喜欢的是它的这些外形 你喜欢的是它的机械的质感 那我觉得这款车型 它还是当年的那个模样 只不过在声音上面 它已经不同了 好 今天关于这个全新的G500呢 就是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